我是雅雯,我今天考取普考的一般行政 雅雯為什麼想要考公職? 因為我曾經在私人企業服務過兩年半的時間 然後覺得私人企業的製作比較不透明 然後會想考取公職是希望能夠穩定的升遷 然後穩定的調薪 那為什麼要補習?補習班對你最大的幫助是? 因為我完全沒有一些學科的基礎 然後覺得可以透過補習班老師的教學 然後讓自己很快的掌握考點 而且透過視訊班的學習 可以依照自己的學習速度去做調整 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重複的再聽 雅雯覺得書要念多少? 還是書要念多久才夠呢? 因為我初期的時候是兼職的考 所以就是每天下班之後都會來上一堂課 然後假日就會上兩堂課 然後後來我就把工作辭掉之後 開始全職的做準備 就會開始從早餐到晚餐後 晚餐前都會在補習班讀書 那回到家之後就會準備一些實事 然後加上自己深入體的廣度 想要考上,雅雯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麼? 不要對自己太好 就是要誓死的督徒自己 給正在準備的學弟妹一些建議或鼓勵 難免都會覺得自己準備得非常辛苦 那建議可以上網走一些 跟自己經歷非常相似一些學長級的經驗台 讓自己覺得自己不是孤單的一個人 然後多增加自己的信心 一句話形容你知道上網的心情 其實當下只有開心一下下而已 因為只有考上普考 那接下來高考還會再繼續再努力 恭喜恭喜亞文